第2134集 除非你所期盼的那人回来 不然阻挡不了这一切 至高生灵发怒 估计一切都将崩灭 他很有可能是一位真正的先王 甚至是走到此路尽头了 这种境界在诸天中已经算是高不可攀 可是连他都绝望了 无奈了 只能等待死亡 茫茫大帝 浩瀚诸天 大千世界 所有巨头都有了他这种感受 没有任何办法了 然而 下一刻哄的一声 那法指垂落下来后 竟突然脸去了所有的光束 气息收缩 凝成食物法指 他的能量 他那宛若要蔑视的气息都消失了 只剩下一张朴实无华的法指 并且 有个人也浮现了出来 是跟着法指下来的 这个人来自上苍 超越真仙 但也不会比九道一等人更强 有些轻手 一个老者的模样 他深感意外 看着天地中那自然扬起又落下去的尘埃 露出思索之似 好半天都没有说话 现场无声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 一片寂静 谁都没有想到 那宛若星河撞击而来的法指 到最后竟突然平和了 能量尽失 显照于此 他不是为灭尸而来吗 最为关键的是 又出现了一个人 疑似超越真仙级的生灵 他自上苍而至 九道一始终都没有开口 瞇着眼睛 手中情着颤毛 无论何时他都不退缩 只因心中有某种信念 相信那个人会回来 不能低头 除了他之外 还有狗黄与俯师 他们接触的都是什么人 三天地 自然不会折腰扶手 气场很强 刚才 楚风以及身边的腰腰 老骨周西怪龙等 也没有异动 不曾被法指 激荡时所弥漫出的 浩瀚神威压倒在地上 一切只因使管 在无形中抵消了 在众人看来 他们是得到了 九道一的庇护 各位 不要紧张 我没有恶意 来自上苍的 青手老者平淡的开口 看着众人 此时 真仙与究极生灵都恢复了 而其他的进化者慢慢起身 脸色苍白 盯着那个人 以及漂浮在他头上的 朴实无华的法指 绝天地通 干顾常如此 想要从上苍而来 太艰难了 我只能借祖师法指 撕裂出通道 来到此界 那个青手的老者 像是在解释 竟是这样的语气 并未摆出高姿态 其实 所谓上苍与诸天隔绝 远比此人说的更甚 几乎无人可登天而去 简直难道不可想象 更古更金 没有几人可入上苍 当然 最为紧要的是 他并未带着恶意而来 所有人都露出意外之色 刚才那种景象 当真是惊心动魄 人们还以为此事将崩呢 不管如何 许多人都尝出了一口气 不久前实在是绝望了 以为各族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也有不少人未放松 因为不久前可是死了一个使者呀 这可不是小事件 最起码 九道一 狗黄 辅尸都严阵一带 不敢有丝毫大意 轻瘦的老者平缓地说道 我是一个讲道里的人 祖师更是有旨意 不会为难此地生灵 甚至要相助 这时 远方的黑色血雨中 以及挥舞间传来冷笑声 显然 鬼与不祥的生灵还未走 也在此地呢 其实阳间的人也诧异 两届战场上 所有强者都不解 至高生灵的使者 被击杀会无视吗 就这样轻飘飘的结果 祖师与这方世界 有些缘分 欠了一份人情 所以 多少要庇护上一些 让你等大一统 争一线圣迹 轻瘦的老者 开口娓娓道来 竟说出这样一番话 当年 他亲眼目睹 从这方天地 走出去的那位 至高生灵死去 可惜 无力救助 就这么一句话 惊奇无边风浪 诸天间无数种族的化石人 所有的究极生物 漠不心惊胆颤 九道一的心 更是一阵矩阵 要窜出胸膛了 脸色直接就变得苍白 整个人都不能平静了 至高死去 是谁啊 此时大千世界 各方宇宙中 都响起了惊雷声 像是在 转告这则惊世的消息 引发无边异象 一位至高莫测的生灵死去了 源自这方天地 云落他乡 这简直识破天经 震撼了所有种族 九道一想开口发问 但是没找到机会 轻熟的老者 没有继续谈这个话题 而是一兜手 自那法指中借来一道光 席卷前方的虚空 平地起惊雷 混沌光四溅 法指中发出来的一缕光 居然禁锢了两届战场 在聚纳着什么呢 很快人们知道了 他在做什么 一刹那 战场中的平静被打破 鬼哭狼嚎 阴风阵阵 无数的魂影与厉鬼出现 这是被强行凝聚出来的 与此同时 一条古老而怪异的 黑色道路浮现 那是通向九幽路的 是那诡异与不祥的 古地府轮回路 那里阴风怒嚎 魂影绰绰太甚人了 这不是九到一等人 立足的轮回路 而是真正的古地府路 旧路 通向不祥之地 承载着无边的诡异 嗷的一声 人们看到 有破烂的真仙残魂出现 被强行聚拢 模糊的显化出部分 当然 魂体缺失的很厉害 甚至 九到一都皱起了眉头 他看到了 近仙王的 古老残魂 狗黄低吼 他瞳孔收缩 竟看到当年一位 死去的仇敌的残缺魂魄 本应逝去一两个 纪元的仙王级怪物 可是居然留下了 部分魂影 挡真令他一惊 很快他尝出了一口气 那个生物不可能活过来了 只是残缺的虚身碎一块 辅师郑重的问道 这是 蒂洛时代前的 古地府旧路 旧路 漫长而无序的路 连着诸石 甚至有秘路通向上仓 算是 绝天地通厚的捷径 这样的话语 让所有人发呆 地落前的古地府 旧路 居然连着上仓 能借此上去 要知道 世间生灵要进上仓 简直不可能 除非跨越过那道阶梯 成为至高生灵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上去 现在 居然有一条 古路直接连着那里 不用想了 这条路进去的话 会有死无生 就是当下 古地府中的怪物 都不敢走 也不能走捷径 没那资格 这似乎蕴含着一些 涉事的信息 这古地府 旧路很神秘 也很可怕 存世漫长光阴 很有可能 比现在 盘踞在那里的 诡异怪物 都要古老很多 这是一条 不祥的路 或许 可以称之为 死路 楚风想到了 曾经看到的 一幅画面 那时 石灌曾发光 映照出 无边山河地貌 古地府旧路浮显 竟在吞食地折 这旧路连着诸事 甚至连着上仓 突然 许多人惊愕 面色呆滞 在那圣人的旧路通道中 有一道身影 在快速凝食 具现出来 人们倒些冷气 消散的人 原本行神俱灭了 都可被召唤 再现出来 这简直是 打破了大道治理 化不可能为可能 正是之前的使者 不久前被尘埃 积散的那个真仙 顷刻间 他就完整的重塑 包括肉身 完好的 走了出来 好了 好了 好了